請主席長 經濟部長 主席長 省部長 農委會的市長是 副主委 副主委 他有跟我請教他今天參加 行政的任務會 等一下過來 你熟不熟 蛤 你有自信嗎 蛤 你如果沒有你就叫簽小子來 簽小子可以 我不會說一下你來這裡講話要付席 來 主席長 主席長 那天我在結尋 醫生結尋 醫生諮詢我看你是 給你這幾天的時間 準備可能你應該有看進入總控 我跟你講的意思 你可能知道 就是說你這篇的特別條例 是優秀以來 中華民國 最大的一篇 跟委員報告一下 事實上那一種所謂的排除 第六十二條委員所講的 那個已經是第七次使用了 你知道嗎 你說這個委員是在騙外行 你知道嗎 委員所講的一百零二年的那個 那個case 在隔一年 在隔年的時候 那個流域中華治理 也有這個規定 我跟你說 是的 你 你比較一下 你啊 你啊 過去做藥不好 啦 我怎麼不再做了 啊 過去 人家如果沒有做 沒有做得那麼厚 你也不擴大 我跟你說齁 是的 包括人家 一百零三年 莫拉克的 封債重建條例 包括振興 經濟公共條例 包括你們最近通過的 什麼戰機的特別條例 八千八百一 我跟你說齁 沒有人這樣做啦 即便是 即便是 我們振興條例裡面 欸 莫拉克的特別條例裡面 人家也有拯對的 就是說 是針對 救災 還是搶救 或者是 復建工程 人家還是有把 什麼 你這邊人用這樣啦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齁 這個是行政單位 雖然提出這一個 但是貴黨 以及民眾黨的版本啦 第十一條裡面 都是在第十一條 都有類似這個條文 所以我們有一點是在尊重 你這種公款齁 是很不尊重 立法院的 我告訴你 立法院我們也可以打馬 你行政院有專業團隊 立法院人 怎麼可以來科技錢呢 我們立法院 提這個法案 你動這個 我們立法院委員不知道 喔 大家來混水摸魚喔 你可以搞這一套 我是尊重立委的審議 我主計總處指示 按照特別條例來編列 你主計長沒有主計長 應該不會承擔啦 我上次跟你講嘛 建築中小企業信保基金啦 九十幾億啦 你花十幾億 花十億啦 花十億啦 對嗎 那個是因為那一個時候 條例通過以後 SARS條例通過以後 大概一個多月 SARS就結束啦 所謂的 天佑台灣 沒有發生這個事情 這邊我不需要多久啦 但是齁 我問你啦 是的 九十幾億 剛才花十億啦 那十億裡面 真的都用了 所有的紓困裡面 喔那個是一位 SARS期間 我問你嘛 你講不曉得 你捐給他十億 我坦白跟你講 你敢知道 那些都有用的紓困 會放在裡面 我來跟委員講一下 委員很關心 就是說 這裡開沒了 什麼時候 第二樓樓你放心 這裡 中小去入住信保基金喔 他這裡做信用保證 有貸賞 貸賞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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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賞 有貸賞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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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賞 還跑去買廳室 和什麼事什麼 你們現在 我跟你說 神部長這個不是針對你啦 我現在擔心的是 當年 立法院他還有監督之前 要都有制衡的條件 今天你是 前面執政 你今天跟我這樣講 我相信你 你不會跟我挪用 但是11條 就是規定 可以留用 而且我刪減了以後 還可以再留用 而且留用沒有20%的限制 你如果說話我過去 我過去啦 辛辛苦苦在該議算法啦 刪除後刪減的經費 不得留用啦 留用的限制 不得超過20% 我跟委員說 我們同仁說的喔 專款專用 這應該是不可能去買停車啦 那 這五次啦 沒有啦 這不是我五次啦 是你研究之後不得了啦 神部長 我同仁跟他說是不去買停車喔 你放心 當然你如果說專款專用 如果我們今天 可以專款專用 你都沒有挪用 你都沒有挪用 沒有排除 預算法 23條 62條 63條的規定 那這樣 改靠的 我十幾次的咧 我從來沒有講過你們這個經費不要通過咧 我也沒有說 這個條例我跟你背個我從來沒有 我只是講預算Benson的精神 我也是要站在專款專用的精神啦 你放心啦 這次你跟我講囉 好 主席長 你能夠做這個搞嗎 我們原來就講好說 他那個沒有用的就要腳步啊 沒有啦 你告訴我整個行政院的特別條例裡面的總預算 那個特別預算600億 你能夠拿出這個 分出這個管制嗎 原則是 你如果不可以 他現在跟我講是要專款專用喔 我依照這個所謂的 大院通過的法律去執行 你這樣講就不一樣了嘛 對不對 你不能玩弄立法圍你掌上咧 我沒有玩弄我都按照法律去執行 你如果 像沈部長告訴我的 我專主席長 我嚴守 專款專用 而且剩餘的一定腳步的原則 那這樣 我就不是說你說這樣 我會接受啦 所謂專款專用的話 他 我不曉得那個 您講的專款專用是什麼 你每一個細目 你是在那邊客氣喔 每一個細目 你如果要跟我考試也可以啊 你辦個公聽會我可以講給你聽啊 也沒有關係啊 歡迎委員 隨時指教謝謝 人家經濟報料就說專款專用 你那邊問我什麼專款專用什麼意思 我是說 不能夠說一個細的會用 就是這個 主席長 主席長 過去SARS我怎麼有這個條例啦 齁 很坦白說的啦 人家SARS在審查報告裡面 雖然這床229億 有46億的執行率啦 但是 他把剩餘款全數腳庫啦 你今天這種條例排除 23條 62條 63條的規定 是無限上綱呢 可以留用 留用的比例沒有 20差的限制 連三減三除的經費 欸 90億馬上又不會用錢了 欸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一定要 用在預算上有科目的 就是防治紓困跟振興這個 三個方向 我們不會移到所謂的 總預算裡面的金廠項目 謝謝 你講這個會議 以生活的規定 是你跟我講排除的規定 流用的比例 對 我是說 刪減的經費不得流用 不得流用 我會用文件 那我是根據大院通過的條例 來編列預算跟執檢預算 日本三個月 我現在就是來講 你們拿出來的行政的版本 沒有一個主計人員應有的擔當 沒有主計人員對預算編審原則的這種堅持 你是在踐踏 你不是踐踏在行政院而已 你踐踏在法院 你身體和台灣人民的過多次 你都沒有在過 我沒有踐踏大院 我是尊重大院通過的法令 排除什麼規定 你辦一個共進會 我可以跟你變 看要變多久都沒關係 我再問你 我來頂一邊來講的 我三個地方給你啦 你告訴我490億的獎補助啦 到底他的辦法在哪裡 執行要點在哪裡 補助對線在哪裡 所有的預算中心裡面的報告 全部都是說你們都沒有 都沒有把這些列出來 完全 你怎麼匡列的 計算基礎在哪裡 這個辦法在院長 行政院院長講過 兩個禮拜內 提出辦法 那個上面就會講說 怎麼計算 怎麼數 我現在心理想就要心算了 你論壞 那你看在 都沒有辦法 要怎麼看在這錢 怎麼計算 我都不知道 你才有跟 不然你就把辦法出來 我們來臺灣的心理想 像經濟部 交通部農委會的 都有經過政委協調 政委 政委討論 我給你三個題目 然後 跟行政院院會通過 我給你三個題目 你討好回去準備 準備如果不好 不要緊責我公議 第一個就是你490億 執行辦法 補助對象 補助金額 將來執行的方式 你第一個 你把490億你要怎麼執行 你告訴我 490億裡面 他有各個項目 都有各種不同的辦法 你全部把它匡列出來 第二個 這個我要的 經濟部 靠到90億 上一邊 94億 執行他兩三億 他現在變成 兩百零幾億 兩百零四億 扣掉一百億的建築 剩下一百多億 你告訴我 這一百多億 跟 SARS之間的 一同 為什麼 他的金額 這樣編隊 到底是 他的原因在哪裡 第三個 金融委會 他當年編 一億五千多萬 執行四百五十萬 出那種腳褲 今年編三十四億 你告訴我 他四百五十萬 跟三十四億之間 是什麼原因 SARS跟 跟我們這一次的特別料理 哪一點不同 所以必須增加三億多的經費 這些經費的關聯性在哪裡 將來要怎麼執行 謝謝齁 這三個題目你要準備好 好 謝謝 好 就準備這三個題目 那個主題上 跟歐為人來報告 好 謝謝 歐為人這麼簡單 像你在說的這樣 下一位請張廖萬 建委員 就可以拿來預算了 各位多多跟委員隨行 謝謝 謝謝 謝謝